Hello 大家好,我是妈妈Shu 我们今天来做甘吉三吃 甘吉是一种含有维生素丝很高的水果 对以防感冒是要很大的帮助 首先我们把水果洗净两干 将甘吉像图片这样用刀 在水果里割几刀 这样可以让铜粉更加散热去水果 请按上边的小灵灯 那你就第一时间知道我更顺视频 所有甘吉都割好了 第一按下去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叠花那样 这一做好我们来煮甘吉了 首先我们加一杯水 加700g冰糖 甘吉还有化痰至咳过功效来的 加一大匙的麦芽糖 连同冰糖一起煮溶 加1茶匙的盐 这些盐可以帮助增加甜味 冰糖溶了之后 将甘吉放入糖水的煮中 盖上大火煮滚 煮滚之后 改为中小火煮 煮的过程不要离开 所以不是很容易噴出 间中要搅一搅 不是很容易黏底的 图片上我煮了大概45分钟左右 它已经很稠 这样就关火 摊冻它 选择一些漂亮的甘吉 按扁放在烤盘上 用来做甘吉 甘吉麦剪 将那些不漂亮的用的砖装起来 用来葱水喝 或者做果酱 茶、面包 都是不错的选择 果酱中后 放在冰箱 可以储存到6个月以上 图片的甘吉麦剪 放了3个小时后 是这样的 我用烂饪方法 让它自己放干 你可以用焗炉300度 焗20分钟 用的小一点 铜粉在甘吉麦剪上 用的小一点 拆过之后 均匀好看一点 将甘吉麦剪反转 按照网上的介绍 甘吉含有很高的 维他命A、B、C和P 含有控物质 像盖、铃、铃、铁 将所有甘吉反转之后 再加些糖粉上去 甘吉麦剪就做好了 然后上碟 是不是很漂亮呢? 甘吉麦冷热饮 都是不错的选择 大家不妨试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